欢迎收听大安纪史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来说一件 发生在潮湖的杀人分尸案 说起潮湖 安徽的朋友不会陌生 潮湖曾经是安徽省的一个地级市 位于安徽省中部 为什么叫潮湖市呢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五大淡水湖 对吧 潮湖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在2011年的时候 潮湖就撤销了 那么原本狭属的居潮区 河县吴维寒山卢江 就分别划给了河肥吴虎和马鞍山 这三座城市 咱们说的这起案子发生的时候 还有潮湖市呢 但是距离撤销也不远了 这案子就发生在2011年 2011年3月28号下午3点15分左右 家住潮湖的五十多岁的江盛涌 还有他的两个老兄弟老朋友 胡小红 李明 仨人呢 仨人呢 就约好了 到居潮区 沃牛山街道 刘敦村附近的一个池塘去钓鱼 他们来到池塘边上 三个人呢 一字排开 都准备在那 选点头神的时候 突然呢 李明就发现 这鱼塘里边 飘着一个皮箱子 这皮箱子看上去呢 还挺新的 李明还纳闷呢 哎呦 谁把这么新的一皮箱子 扔池塘里边了呀 啊 他抱着好奇的心理 就把这箱子打捞上岸了 仨人呢 都挺好奇 三下五出二 把箱子就打开了 这一打开 可把他们吓了一跳 李明啊 大惊失色 快快快 快来人呢 这池塘里边 捞起来一箱子 里边有石块 附近的老百姓 听说之后 呼啦操的也过来了 潮湖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110报警服务台 接到报警之后 居朝分局刑侦大队 还有辖区派出所的民警 都迅速的赶到了现场 经过现场勘察 这个旅行箱里边啊 有塑料薄膜 那么这塑料薄膜包裹的东西 就是石块 据初步判断 死者是女性 这石块呢 没有脑袋啊 只有躯干 还有上肢 也就是胳膊 最终定性为 这是一起杀人分尸 并且抛尸鱼塘的恶性命案 事发地点 也就是这个鱼塘 紧邻滨湖旅游观光大道 这刘敦村 这鱼塘啊 有一个看守的大爷 叫刘军应 这刘军应呢 就跟这民警说 我前几天呢 就看见这个黑色的箱子 在水里边飘着了 于塘附近呢 有几栋房子在拆迁呢 我们还以为是拆迁户扔的垃圾呢 所以谁也没在意 也没捞上来看 哪知道这箱子里边 竟然是死人呢 杀人分尸抛尸 这在所有的刑事案件里边 这算是极其严重 极其恶劣的案子了 所以一时激起千层了 案情迅速汇报到了分局和市局之后 市区两级公安机关 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 迅速组织精干警力 赶到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和调查走访 三二八恶性杀人分尸案 发生在潮湖城乡结合部 甭管是各级领导 还是当地的老百姓 都是高度关注啊 也是 在一个小城市里 发生了这么恶性的案件 老百姓都感觉呀 安全感是荡然无存 到底是谁下了这么重的狠手啊 时任潮湖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听取案件汇报之后 也做出了批示 要求全体参战民警坚定信心 做好打恶仗 硬仗 持久仗的准备 强力攻坚 一定要把此案攻破 市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也是亲自到了一线 指导侦破工作 接到报警之后 局朝分局的局长 副局长刑警大队的队长 也都第一时间赶到了案发现场 省公安厅啊 还派出了计真专家 法医专家 立刻赶到现场 指导侦破工作 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 分局的刑侦大队 抽调了多名经案警力 成立了三二八杀人分尸案专案组 三月二十八号晚上八点来中 各路人马 算是汇聚齐了 专案组召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在会上 局朝公安分局的局长就提出来 对于我们目前来说 侦破此案的重中之重 就是查找师员 划定侦查范围 警方经过讨论 认为啊 现在得从证据入手 要想着把案子办成铁案 那么必须得有铁证 全景动员 立足本地 扎实开展基础工作 尤其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 要广泛的发动老百姓 要依靠老百姓 三月二十九号上午 法医通过对尸体进行检查 确定受害人颈后部 也就是啊 后脖子这块 有一颗钱臂大小的黑质 这个特征非常明显的 很少有人说 整一颗黑质有钢磅大小吧 是吧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咱们之前不是说了吗 这尸块有俩胳膊呀 一共十个手指头 有九个手指头得了灰指甲 就咱们知道的那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染俩是吧 死者的身高呢 应该是在一米五五到一米六之间 年龄是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 是女性 这些明显特征 这都为寻找师员打下了基础 瞬间呢 有着各种明显特征的巡视信息 就通过潮湖电视台 潮湖报社 潮湖广播电台等各大媒体 进行滚动播放 社区民警 也在潮湖市中心区域二十公里范围之内 张贴认识启示 广泛的征集线索 与此同时 专案组可没闲着兵分多路 一路人马在分局副局长的带领之下 结合死者特征 衣着排查近期的失踪人员 疏离可疑的警情 查找师员 一路人马呢 在市局刑警支队队长的带领之下 全面开展情报信息研判 明确犯罪嫌疑人 抛尸往来的路线 既然不是在这杀的 你是在这抛尸的 你总会搬着尸体拎着箱子过来吧 然后你会走吧 就查这路线 还有一路人马呢 在分局刑侦大队队长的带领之下 深入查访室内各大市场商场和小商品市场 查找现场的物证来源 比如这箱子哪买的呀 还有一路人马呀 在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的带领之下 向潮湖各出租汽车公司发出通知 排查案发期间途经现场的出租车的信息 可以说是非常全面了 只有尽快的找到师员 这才能打开破案的突破口啊 各大媒体发布信息之后 从3月29号下午2点到3月30号下午5点一天多的时间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110报警服务台 叮铃铃的那是电话不断 热心群众啊 先后向警方提供了52条线索 甭管是什么线索 来一条专案组就得仔细研判 仔细甄别 仔细调查 最终这52条线索都被一一排除了 到了30号晚上9点左右 专案民警在排查过程之中 得到了一条重要的消息 有一个群众啊 向走访民警反映 说我家隔壁的女邻居啊 3月20号出现的现在还没回来呢 这名专案民警把情况向专案组反映之后 专案组立刻增派了5名民警 赶到这个群众的家里边 这儿呢是潮湖市草城街的一处出租屋 经过比对民警们就发现 这个热心群众的描述 跟警方发布的巡视信息特征 能够完全吻合 经过调查 这失踪的女邻居啊 叫尼儒 48岁 潮湖人 离婚了 没有工作 那么这个信息被反映上来之后 接下来就是进行进一步的比对 那么经过比对之后 死者到底是不是尼儒呢 凶手又是谁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民警啊 得到了重要的线索 有热心群众啊 反映情况 说有个女邻居叫尼儒 她那3月20号出现的 到现在没回来 这个女邻居 所有的这些特征 跟这个巡视信息上死者的特征都非常的吻合 于是民警啊 决定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比对 31号凌晨1点10分 民警们也顾不上休息了 他们呢 就到了尼儒的父母家了解情况 警方把巡视信息拿过来 让尼儒的父母一看 父母当时心态就崩溃了呀 这是我的女儿啊 太像了 同时呢 在尼家也提取了尼儒生前的遗物 进一步证实 死者就是尼儒 凌晨1点50分的时候 另一路民警了解到 尼儒生前呢 跟一个单身的男的来往比较密切 经过调查 这个男的叫徐家丽 案发当年呢 58岁 早些年呢 就替人杀猪宰牛的 就是个屠户 近些年呢 不在村子里边了 在潮湖的多家医院 当台师公 长得胆子大 早些年杀猪宰牛 现在抬个死人 人不害怕 是哪儿的人呢 是居潮区 中复镇 东徐村人 他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独居的 据尼儒的邻居反映啊 说尼儒失踪之后 这个叫徐家丽的人 多次前往尼儒的出租屋 搬运电器 搬运衣服 邻居们也都纳闷 怎么着了 这这 尼儒不在这住了呀 感觉徐家丽的行为 就非常的反常 专案组 对这些获取的有关信息 加以仔细甄别 最终认定徐家丽 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既然签认了犯罪嫌疑人的目标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争取时间找到这个徐家丽 凌晨两点的时候 专案组发出了抓捕令 各位 凌晨两点的 正是最黑的时候啊 加上这东徐村地处交通要道 外人一进村啊 因为村子里边恨不得家家户户都养狗 这狗就得叫唤 你一叫唤就容易打草惊蛇 让犯罪嫌疑人潜逃 所以专案组果断决定 十二名抓捕民警 先别进村 只在进村的五个路口 设卡守候 早上七点二十的时候 坚守在东徐村外围的专案民警 接到了新的消息 他们呢 是派了一个村民 进村打探徐家丽的下落 说犯罪嫌疑人徐家丽啊 刚刚从一条废弃的村中小路出门了 那么他去哪了呢 咱们呢 来说说这徐家丽的行动轨迹 三月三十一号上午七点二十 在潮湖市居潮区中复镇东徐村公交站台对面 一个男的一边打着手机 一边警惕的向四周东张西望 当他确信周围没有危险之后 快速跨过马路中央的绿化带 刚刚进站了一辆十路公交车 他赶紧跑上前去就上了车了 这个男的就是徐家丽 表情啊 显得有些疲惫 看他的穿着呢 又像是经过刻意打扮的 专案组得知徐家丽上了公交车了 赶紧调整警力 在十路公交车进城所经过的五个公交站台 都部署了警力 早上七点四十六分 十路公交车停靠在了潮湖市东风路新华书店站台那 这时候啊 两辆民用轿车一前一后把这公交车可就拦住了 这两辆轿车里一共是有六名专案民警 由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向士军带领着 干嘛呀抓徐家丽呀 一瞬间 两名专案民警下海滨周勇一前一后堵在了公交车的前门 四名民警直奔车厢后排就拒拢过来 向士军上了车之后 向驾驶员亮明了身份 这时候啊 徐家丽发现情况不对 可是想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冲在前边的大高个民警 一个剑步把这徐家丽拦腰壳可就抱住了 与此同时另外两个年轻的民警已经冲到了徐家丽的面前 三个人合力把徐家丽就按倒在了车厢的过道之上 抓住徐家丽之后 民警们也都很兴奋啊 之前他们已经为了徐家丽连续奋战了65个小时了呀 吃不得吃睡不得睡呀 31号早上八点整 押送徐家丽的警车 缓缓的驶进了潮湖市看守所 办齐了入所手续之后 值班民警把徐家丽押往监视 徐家丽到案之后 专案组呢 一方面组织开展审讯 另一方面全面收集相关的外围证据 经过审讯 徐家丽交代了杀人分尸的犯罪事实 那么他跟尼儒是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要杀害尼儒呢 原来2010年初的时候 徐家丽觉得总单身那也不是回事啊 可是真去找女朋友去自由恋爱去 我这快六十的人了也找不着了 那去婚介所看看去吧 让人给介绍吧 通过婚介所的介绍和尼儒就认识了 尼儒呢也离婚了 自己一个人也得找个伴啊 俩人互相之间呢 也还挺满意 就正式开始交往了 可是交往之中啊 尼儒发现这徐家丽 可不是什么好人啊 最起码对感情不负责 为什么呀 你都找着对象 咱俩都谈起恋爱了 这徐家丽还经常出去嫖娼去 尼儒当然不愿意啊 所以呢 就经常吵架 进而有了很深的矛盾 2011年年初的时候 徐家丽啊 就认为尼儒一次又一次的跟他争吵 实在是太烦了 哎呀 已经不爱这尼儒了 甚至开始恨尼儒了 就有了想杀掉尼儒的念头 2011年3月20号 徐家丽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 就要动手了 他呢 打电话给尼儒 让尼儒啊 到他家一趟 把尼儒骗到家中之后 当天晚上就把尼儒给杀了 并且进行了肢解 肢解这事他熟啊 他早年间那就是宰猪杀牛的呀 肢解之后 把这些尸块分成了几份 分别抛尸在了宾湖观光大道的一个桥底下 还有居朝区 卧牛山街道 刘敦村附近的鱼塘里边 2011年4月1号 警方根据徐家丽的口供 先后在这些地点打捞起了剩余部分的尸块 2011年4月2号 犯罪嫌疑人徐家丽 在警方的压戒之下指认作案现场 当天上午啊 潮湖式的老百姓们可以说啊 没别的大事了 大家都是奔走相告啊 都说这犯罪嫌疑人抓住了 这个老小子是真狠啊 压戒他的车队每到一处都有老百姓 在那家道欢迎 在那拍手称快 其实啊 在这起案子里面 尼如完全有希望 有可能避免最终自己的悲剧 你是在恋爱期间呢 你们只是通过婚介所介绍大桥的呀 尽管说已经正式交往了 但没结婚吧 没步入婚姻生活吧 你发现了南方开始嫖娼了 跟你炒第一回 你改不了 炒第二回你改不了 这时候就应该放弃幻想了 及时的远离这个人了 再者说了 即使步入婚姻之后啊 发现了对方有这种嫖娼行为 对感情不负责任的行为 一而再再而三 屡教不改 那怎么办 也应该考虑 是不是终止这段关系了呀 所以啊 在感情生活之中 要学会及时止损 咱们呢 再来说说这徐家丽 你嫖娼 这是你自己不对呀 对方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你吵架 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 甚至还开始怨恨对方 这些咱们不谈 你恨上对方了 咱跟他分手不完了吗 你不跟他过了不就完了吗 又何以发展到最后杀人这一步呢 我们说过的很多类似的情杀案件啊 往往都是由一开始的矛盾 不断的激化 最终啊 又不会及时止损 不会如何化解情感里面出现的危机 从而导致血案 导致悲剧的发生 希望恋爱之中的男男女女 婚姻之中的男男女女啊 都学会及时止损 学会认清楚对方的真面目 学会如何的保护自己 行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咱们今天呢 来说一个偷梁换柱的案子 2001年的时候 安徽某大学98级学生 中共预备党员刘俊龙 突然就遇上麻烦了 刘俊龙啊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有民警呢 找到他 听民警把情况那么一说 他更懵了 不对啊 我是大学生啊 怎么警察说我当兵去了呢 怎么说我还是武警上等兵呢 并且 怎么还兴给我找了一个爹呢 啊 这怎么回事啊 您从咱们这案子名字 应该就能听出来 其实啊 这刘俊龙是让别人给冒名顶替了 那么这事呢 还得从另一个人身上说起 2001年的时候 有一个人呢 叫周成锋 他呢 当年是20周岁 原本是林泉县城关镇人 他的父亲周某 还有母亲刘敏霞 都是当校工的 就在当地的县衣中工作 所以呢 从小到大呀 他也是在县衣中院里长起来的 别看父母 都在当地最好的高中工作 照理说 环境造就人呢 你在这种环境下边 你肯定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好学生吧 可不是 这周成锋啊 在18岁之前 用四个字来形容 那叫劣迹斑斑 1995年的时候 周成锋呢 刚满14周岁的时候 就因为偷窃自行车 被林泉县城关镇西关派出所 罚款2000块钱 95年的时候 2000块钱可不少呢 照理说 你这都让人罚了 让警察给抓住了 年纪轻轻的 你该知道错了吧 并没有 1997年 又跟同伙一起 偷了别人一万块钱的现金 被城关镇南关派出所 行政拘留15天 就在同一年 这周成锋呢 还在县衣中院里啊 把同样居住在这的杨某给打了 可以说啊 坏算是坏到了 极致了 连邻居都打呀 还把人给打伤了 经过调节 是没抓人 但是也赔了不少钱 那他为什么一步一步的就成了这么一个坏孩子呢 都是因为他的母亲呢 宠着他 惯着他 周成锋呢 渐渐的就从小恶变成了大恶 老话怎么说的 勿以恶小而为之啊 后来呢 他就跟一帮小会儿会儿到处惹是生非 1998年11月15号晚上八点左右 周成锋的几个铁哥们 他们呢 在林泉县城关镇水上新村一个小卖部旁边 跟一个叫宋俊奎的人呢 发生了争执 并且后来呢 就撕打起来 这宋俊奎见对方人多 于是呢 就跑了 那么打宋俊奎的周成锋的这几个铁哥们 带头的叫王林 第二天上午的时候 王林他们呢 就找到了周成锋 就商量着呀 要给宋俊奎点颜色看看 周成锋平时啊 有点这么好事啊 他不惦记着 可是一听说要打架 可来精神了 他呢 赶紧就跑回家 换上了一身公安的制服 那这制服哪来的呢 通过关系呀 买过来的 并且当时不光是买了一套假的公安制服 还买了一副手铐子呢 周成锋就冒充公安人员 跟王林等六个人一块 在水上新村一个家电修理部 找到了宋俊奎 去了之后啊 假模假式的真当自己是警察啊 就跟这宋俊奎说了 我今天过来呢 是调查昨天晚上你们打架的事情 宋俊奎 跟我到派出所走一趟吧 宋俊奎一看情况不好 这公安来找人 怎么这王林他们还跟着呀 再者说了 即使是真公安 给我抓派出所去 那也不行啊 也够喝一壶的了 他就赶紧往他哥哥宋俊海家跑 周成锋他们呢 就紧跟在后边 在路上 周成锋追过去 强行的把宋俊奎的一只手拿手铐 就给铐住了 随后啊 他们六个人陪着宋俊奎 走进了宋俊海家的院子里边 进去之后 王林呢 把那过道的门呢 就反锁住了 周成锋拿过来铁锹 其他人呢 也拿着木棍子 那是一顿拳打脚踢呀 这时候宋俊奎的嫂子听见声音了 赶紧从屋里出来 哎呦 这怎么了呀 哎呦 打打俊奎干嘛呀 哎呀 这赶紧就阻止周成锋他们 宋俊奎呢 趁机翻墙头就跑了 周成锋他们呢 又一路追到了水上小学的学校院里边 用铁锹铁刀木棍等家伙事 对宋俊奎呢 又再次的进行了殴打 殴打过程之中 王林用刀朝着宋俊奎的腹部 大腿等地方刺了三刀 导致宋俊奎的肝 右肾十二指肠破裂 右大腿 又贯穿伤 经过林泉县公安局法医鉴定 宋俊奎的损伤程度为重伤 这可是一起性质非常恶劣的案件 这周成锋涉嫌故意伤害罪 他呢一直被同伙啊称为担子 大伙呢都跟他叫担子 就案发之后啊 这担子周成锋就不知道去哪了 不知所向了 那么周成锋能躲哪去呢 怎么就警察都找不着他呢 这问题呀就出在担子的母亲 刘敏霞身上 刘敏霞当年四十刚出头 高中文化 别看文化水平不高 但是平时啊 除了在学校当校工之外 还有一个主要收入来源 就是算命 是他们县远近文明的刘半仙 甚至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 也主动的找上门侧官运 也在那呢 让他给占卜占卜前程 刘敏霞呀 可能也是干这活干多了啊 也深信自己有替人消灾的能力 是吧 担子周成锋 出事之后慌慌张张跑回家 就告诉自己的母亲 妈 我闯了大祸了 于是呢 来龙去脉 跟刘敏霞就都说了 一般做母亲的 你不得劝儿子呀 你去自首吧 争取宽大处理 但是刘敏霞不仅没劝他 还在那跟儿子周成锋合计的 哎呀 你该怎么跑呢 怎么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呢 各位 有这样的妈 那孩子还好得了啊 当时啊 林泉县九场扩建 在位于城北的渝寨镇征地 于是呢 给了一批农转飞的指标 刘敏霞呢 这时候就想 哎 机会来了 我给他改名换姓吧 在于寨呢 就为周成锋 买了非农业户口 并且改名换姓为刘俊龙 把儿子改成刘俊龙 这刘敏霞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这不是一拍脑袋 自己随便起个名字的事 早在1998年秋天的时候啊 刘敏霞呢 就琢磨着给儿子办个城市户口 想着让他到部队当兵去 可是非农业户口去当兵啊 有一个硬性条件 必须具备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周成锋呢 就有初中文化啊 显然不符合这个条件 刘敏霞就通过熟人了解到一个消息 说一中啊 有一个叫刘俊龙的高中毕业生 已经考入安徽某大学了 刘俊龙的高中毕业证呢 还在班主任牛老师那呢 这刘敏霞不是就在县一中工作吗 就找了一个借口 找到牛老师 把刘俊龙的毕业证就借过来了 用刀片把刘俊龙的照片就搁下来 换上了周成锋的照片 于是初中毕业的周成锋摇身一变 就成了刘俊龙了 还拿到了高中毕业证 有了高中文凭 用刘俊龙的毕业证 顺利的就实现了农转飞 刘敏霞 别看没有过高的社会地位 也没有多少学识水平啊 但是人家还是有能耐的 为了让他的儿子早一点离开林全 逃避法律的追究 1999年9月份 刘敏霞呀 就通过一位在梁战工作的亲戚 找到了牛庄派出所户籍协理员刘广忠 这户籍协理员 他不是正式的员工啊 他不是正式的民警啊 但是人家也有点小权利 找到刘广忠之后啊 这刘敏霞可会说话 先从老祖宗都姓刘开始说起 就比如说我吧 要看见哪个陌生人也姓吕是吧 咱也想着跟人攀攀关系 肯定投一句话就是 哎呦咱俩是本家啊 咱五百年前是一家啊 对吧 你是那村的呀 哦 我也是那村的 这不就攀上了吗 所以呢 先从刘开始说 聊来聊去呀 自己的娘家哥哥呢 也是广自辈 这个协理员不是叫刘广忠吗 刘敏霞他哥也是刘广人吗 聊来聊去 他和刘广忠 还真是在一个祖坟上烧纸的 等于还真是同宗同族 这关系都说到这儿了 这刘广忠自然而然的 也就成了刘俊龙的舅舅了 这时候啊 刘敏霞可就跟刘广忠说了 既然孩子叫你舅舅 有个忙 你可一定要帮啊 跟刘广忠攀上亲戚之后 刘敏霞呀 不仅是好言好语的 在那奉承着刘广忠 平时好酒好物的 也都往那送着 刘广忠就问什么事啊 嗨 我呀 就想着 让您把俊龙的户口 转到牛庄来 让他从牛庄入伍 刘广忠 让刘敏霞一口一个孩子 他就也叫懵了呀 毕竟是自己亲戚那得管呢 就答应帮忙了 那什么 孩子他爸呀 是教育系统的 看俊龙的户口 能不能找一个教育户头落下来呀 从部队回来之后 方便安排工作 别看刘广忠是个户籍协理员 可掌管着全乡的户口大权呢 刘敏霞这点要求 对他来说 那是小菜一碟 于是呢 打开了户籍册 很快也找到了一姓刘的 叫刘克宝 是牛庄乡中学的退休老师 他就把刘克宝的户口号码 抄给刘敏霞 县公安局护政科 按照刘敏霞提供的入户号码 把刘俊龙的户口 就从于寨镇 迁移到了牛庄 刘克宝的户头上 这么着 刘克宝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啊 就成了刘俊龙的父亲了 几天之后呢 刘广中又按照刘克宝的地址 为刘俊龙办了居民身份证 这一切 甭管是刘俊龙还是刘克宝 都蒙在鼓里 完全不知道啊 正在上大学的刘俊龙 绝对不会想到自己被克隆了 刘克宝更不会想到 我这老了老了 这算是老来得子啊 在刘广中 热心的给刘俊龙 也就是周成锋啊 找父亲办户口 办身份证的同时 全县的征兵工作呢 也就开始了 那在征兵工作进行过程之中 能不能发现周成锋身上的这些秘密呢 他能不能顺利的入伍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刘广中啊热心的 给周成锋 又转户口 是吧 又给他办身份证的 与此同时 全县的征兵工作 也正式开始了 为了保证向部队提供优秀的兵员 林全县政府征兵办公室 专门下发了 关于下发征兵工作岗位责任制的通知 那么这个通知呢 就要求啊 在对应征青年证审的内容和范围上进行实查 那么这实查分别有什么呢 第一个 查是不是有犯罪前科 第二个 查有没有严重的打架斗殴行为 第三个 查是不是因违法犯罪受到过侦查起诉而复案在逃 以及被司法部门正在侦查控制的犯罪嫌疑人 第四个 查常住人口是不是人户分离 另外呢 还明确要求啊 在征兵工作之中 不许把青年从某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报名应征 不准降低政审条件和年龄文化标准 并且严禁制造假户口 凡是政治退兵的 谁调查 谁政审 谁负责 是情节给予直接责任人 党纪政绩处分 追究法律责任 各位 咱们听听刚才需要调查的这些内容 这周成锋 那是没有一个能够漏网啊 他权重啊 根据县里的部署 牛庄乡呢 就成立了由时任乡长 严东任组长 副乡长兼派出所长 陈彪任副组长 武装部长于栋 司法所长 刑怀修等 为成员的征兵工作领导小组 此时啊 刘敏霞听到了一个意外消息 当年呢 牛庄乡 没有非农业户口征兵指标 哎哟 这要放到别人身上可就愁坏了 是啊 辛辛苦苦 把他户口转到牛庄 结果牛庄 没有非农业户口的征兵指标 这怎么办呢 但是刘敏霞听了之后一点不着急 这难不倒他呀 刚才咱说了 他不是给人算命吗 他呢 经常有一些有头有脸的客户 这里面就包括一些官太太 他凡是跟这些官太太算命的时候啊 哎 就都得东拉西扯 最后呢 都扯成老姐妹的关系了 他呀 就找到了一个姐妹的丈夫 这个人的丈夫呢 是县武庄部的一位秘书 又通过这个秘书 找到了分管征兵工作的一个副县长 这么着通过这个副县长 给了牛庄乡一个机动指标 等于这指标就弄到手了 刘广忠啊 就领着刘敏霞和刘迅龙 找到了时任武装部长于栋 说刘敏霞呢 是我表姐孩子想当兵 这于栋啊 就问刘俊龙的户口文化情况 刘广忠就说 哎 我侄子呀 是县仪中毕业的 驻牛庄中学 聊天过程之中 于栋呢 就说他的老爷呀 也姓刘 自己有个老表 哎 也是姓刘的广字辈的 行啊 他这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啊 刘敏霞一听 这不感情好吗 这又能攀上亲戚了呀 就又跟于栋啊 东拉西扯 扯成了亲戚了 一张嘴就是 哎 我姑怎么样啊 哪来的姑呢 他这一论啊 于栋的妈自己啊 应该叫姑 哎 所以上来直接就我姑怎么样啊 赶紧又让周成风 也就是化名刘俊龙这位 叫于栋啊 赶紧那 这是你舅舅 快叫舅舅 你看前前后后不长时间 这一下认俩舅 这俩舅可都管了用了 刘敏霞还说呢 孩子当兵的事啊 可就全仗着你们两个当舅舅的了 于栋接过来刘俊龙的身份证 高中毕业证等手续 随便看了一眼 就让他到香卫生院参加身体初检 初检合格之后 向征兵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把刘俊龙啊 推荐到县武装部进行体检 两天之后呢 于栋到县里边 抄回了体检合格的 本乡 应征青年的名单 向乡领导做了汇报 乡里呢 又让把名单交给正审组进行正审 当时正审组的组长 就是陈彪和于栋 决定啊 由刘广忠和刑怀修 对刘俊龙进行正审 这就等于全是自己人了呀 刘广忠他们俩呢 明知道刘俊龙这是异地当兵 他根本不是牛庄乡中学老师 刘克宝的儿子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还煞有其事的到牛庄中学 进行所谓的正审 这就是假正审的 你要真去查去啊 这刘克宝老师刘俊龙是你儿子吧 那一下不就穿帮了吗 所以呢 他们就是走个过场 事后的这些正审材料啊 都是刘广忠他们呢 伪造的 就伪造了牛庄中学校长 乡中学老师两位 还有刘俊龙的亲属几位 一共是六份正审材料 来证明刘俊龙的父亲是刘克宝 刘克宝夫妻没有违法行为 刘俊龙在校期间思想进步 学习努力 遵守纪律 遵纪守法 刘敏霞呢 还亲自拿笔 假借刘克宝的名义 写了一份保证书 让刘俊龙的正审得以过关 1999年 11月29号下午 牛庄乡党委 在县城花园大酒店 召开了会议 研究本乡的定兵 北京某部啊 就部队的 两位接兵人员呢 也参加了会议 你是你在乡里边 你有你那俩舅舅 那能替你顶事 可是人不对来 这两位接兵人员 人不管你那个呀 在研究刘俊龙的时候 两位接兵的同志呢 就指出刘俊龙的户口问题 这两名同志就说呀 我们呢 到刘俊龙家进行家访的时候 刘克宝不承认有刘俊龙这个儿子 也没有当兵这回事 因为之前呢 牛庄乡的乡党委书记不知道这事 在会上乡党委书记一看这材料 也提出了质疑 不同意给刘俊龙订兵 可以说事已至此 闹剧该收场了吧 但凡之前征兵领导小组的组长 这个严东啊 陈彪哎 这些人 但凡你去查查 你去问问刘克宝 那刘俊龙的户口问题就真相大白了 可他们都没去呀 当天晚上 刘敏霞得知刘俊龙没被定上兵 四处开始跑着做工作 11月30号上午 严东 虞栋 陈彪 竟然擅自改变乡党委会会议决定 分别在刘俊龙的证审表上签上 证审合格 同意入伍的审查意见 还加盖了乡政府 乡人武部 还有派出所的公章 当天下午 把刘俊龙作为合格的公民 推荐到了县人武部 在县人武部召开的订兵会上 当严东介绍到刘俊龙的时候 接兵人员呢 又再次提出 说不行 上次开会的时候不说了吗 刘俊龙的户口有问题 他不是刘克宝的儿子 严东 陈彪 虞栋 这仨人呢 还都挺坚持 不可能 俊龙啊 正审材料齐全 符合入伍条件 更神奇的是啊 在这部队接兵人员 坚持不同意刘俊龙入伍的情况之下 由于刘俊龙的正审材料齐全 还是在1999年12月份走进了江西某部 成为了一名武警战士 至此 警方一直追捕的犯罪嫌疑人 胆子周成锋 从林泉 可就彻底蒸发了 周成锋 借着刘俊龙的名字 从林泉蒸发之后 警方一直没有停止排查 通过排查 发现全线范围之内 一共有七个人外号叫担子 而周成锋可以确定 这就是作案的那个担子 2000年12月3号 侦察人员呢 顺着担子 可就摸到了周成锋 就找到了刘敏霞 告诉他周成锋犯罪了 刘敏霞呢 怕公安局到部队抓周成锋 不承认周成锋是儿子 什么周成锋啊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啊 我没儿子 我没这么个儿子 等公安人员走了之后 刘敏霞呀 又打电话告诉周成锋 孩子啊 这公安机关呢 正在抓你 你有个思想准备啊 由于刘敏霞 当时跟公安人员 矢口否认周成锋是他儿子 导致当时对犯罪嫌疑人 周成锋的基本情况 没有办法确认 就在2001年的时候 林泉县检察院批捕了王林 王伟 并且呢 对他们进行了审查 在审讯过程之中 王林他们啊 交代的可快了 这犯最大错的不是我们 那是担子 担子谁啊 周成锋 这么着 才把周成锋给抖了出来 为了防止一漏嫌犯 检察机关呢 在对王林王伟做出批布决定的同时 又向县公安局发出了应该逮捕担子的意见书 要求查清担子真实姓名住址以及简历 依法提请批准逮捕 林泉县公安局接到意见书之后 确认了担子是周成锋 后来又确认更名为刘俊龙 混入了部队 于是4月18号 将刘俊龙 也就是周成锋 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4月23号 检察机关做出了批准逮捕决定 4月30号 刘俊龙被武警江西省总队政治部勒令 提前退出现役 5月1号 被摘去上等兵警匣的刘俊龙 也就周成锋 被押解回了林泉 5月3号 这出闹剧的总导演刘敏侠 因为涉嫌包庇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5月23号被宣布逮捕 周成锋和刘敏侠都被抓住之后 检察长啊 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啊 就意识到 这背后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必然隐藏着职务犯罪 于是又迅速成立了办案组 经过十多天的秘密查访 终于查明了 严东 陈彪等人 玩乎职守 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 2001年5月28号 严东 陈彪被逮捕 2001年5月12号 于栋 刘广中 刑怀修 涉嫌玩乎职守 滥用职权 被依法逮捕 2001年8月27号 安徽省林泉县人民法院 以故意伤害罪 判处周成锋 有期徒刑五年 这出闹剧的总策划 周成锋的母亲刘敏霞 犯包庇罪 判处拘役 四个月 其他的相关的公务人员 也都相应的接受了法律的制裁 这起案子听着不是什么大案子 但是它很有代表性啊 你看我们之前说的职务犯罪 更多的是贪污受贿 对吧 让国家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的损失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几位公务人员啊 他们并没有受贿的行为 他们更没有贪污的行为 也没有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 从他们的角度考虑呢 可能就是想着给熟人 给亲戚帮帮忙 办点事 但就是这种他们在工作岗位之中 极度的不负责任 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独职行为 往往会造成比贪污受贿啊 也许更加严重的危害 今天这件事发生在香港的西贡地区 西贡是香港的一个区 位于香港的东南沿海 包括部分陆地和大量的沿海小岛 经常有人会认为西贡是一个景点名字 这是因为西贡地区地广人稀 大部分土地都没有被开发 都是受保护的自然景区 的确 它是日常旅行的好去处 因而他也被称为是香港的后花园 2005年9月 有一名男子独自到西贡地区 一个叫做北潭涌的地方去爬山 随后 他拨打了香港的999报警电话求救 但在电话接通之后 他和接线员之间的沟通非常不顺利 期间他说了一连串的神秘的数字 最后又连续喊了三声救命啊救命啊 救命喊完了之后 电话就中断了 这名男子从此人间蒸发 直到今天都再也没有出现过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咱们来一探究竟 2005年9月11日中午1点左右 香港999报警中心 接到一通报警电话 报警的是一名男性 他语气急促 听起来非常着急 但手机信号也断断续续 这导致通话的质量非常不好 电话接通之后 一开始 男子说 自己正在西贡地区爬山 地点位于北什么什么附近 因为当时信号不好 只能听到他说在北什么什么附近 光听到一个北字 后面还有两个字 听不清了 当然通过后续的通话内容 我们可以得知 他是在北潭永附近 北潭永是西贡地区的 一个具体的地点名字 那接线员当时 首先他没有听清所处的地点 正要接着问 但这个男子似乎非常着急 紧接着他就报了一串数字 这串数字是58 后面什么什么什么 这数字也没听清 就听到开头是一个58 等到信号终于恢复正常了 接线员就赶紧问这男子 他现在在什么位置 但这名男子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又说了一串数字 这次说的是467020 接线员听了有点懵 467020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时候 接线员灵机一动 他心想这数字 会不会是标具柱上的编号呢 什么是标具柱呢 在香港爬山的时候 在野外玩的时候 能发现山路上 每隔一段距离 都会立着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就叫标具柱 顾名思义就是标注距离的柱子 但实际上是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上面会写着一串数字 如果迷路了 就打电话报警 警察会根据标具柱上的数字 来找到所处的位置 其实不只是香港 在很多城市的电线杆上 也会有类似的一串数字 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 因为标具柱的编号 就是一串数字 所以当时接线员就问这男子 说你是不是在标具柱附近啊 男子听了之后 他的回答有些奇怪 他先是下意识的说了一声 对 但是马上他就反应过来了 反问说标具柱是什么柱啊 好像不知道标具柱是什么 无奈之下 接线员只好重新问他 现在在什么位置 这一次呢 男子说了一句 你等等啊 然后他就不说话了 但是电话并没有挂断 能听到里面传来风声和喘气的声音 直到几十秒之后 男子猜说 自己现在应该是在西贡地区的东部 因为自己一开始 是从西贡的北潭涌开始 沿着麦里浩静一直走 已经走了两个多小时了 结果现在迷路了 他说的这个麦里浩静 这是一条路的名字 北潭涌是起点 那麦里浩静的第一段 他大致的走向 就是从北潭涌开始 自西北向东南 沿着走了俩多小时 所以他判断自己已经走到了西贡的东部 这个麦里浩静呢 是香港的一段算是徒步的小境 这条小路 他其实非常曲折 贯穿了西贡地区 大伙如果感兴趣 想了解一下当时他具体的路线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叫大碗说故事 在公众号中发送关键词 西贡失踪 就可以查看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相关补充资料了 当时这名打电话的男子 在说完了自己的大概位置以后 紧接着他又说了一串数字 说的是5870什么什么 这一共是六个数字 但最后两个数字呢 还是没听清 接线员听了之后感到非常疑惑 就问他 你有没有在附近看到M开头的标志牌啊 因为在这条麦里浩静上面的标记柱呢 他们的编号都是M开头的 所以接线员才会这么问他 但是男子却回答说 没有看到 接线员还想继续问 但是男子忽然说 你等等啊 先等等 然后再次陷入沉默 接着又是长达二十几秒的风声和喘气声 看样子 这名男子正在寻找那个所谓的M开头的东西 但是很遗憾 最终他回答说 没有看到M开头的牌子 接线员始终认为 男子说的那些数字是标记柱的编号 但是男子又说自己没有看到标记柱 于是接线员只能问他 那你刚才说的那些数字是什么呀 是不是刻在什么地方的呀 可是这名男子却十分着急的回答说 那些数字不是标记柱 是密码 接线员问他是什么密码呀 但这个时候这男子倒开始感到疑惑了 他自言自语的说 奇怪了 可能是我读错密码了 随后又是各种杂音 显然信号非常不好 无奈之下 接线员只好嘱咐他 说那边信号太差了 最好别往前走了 站在原地 但这个时候 男子的语气变得更加着急 更加急促了 他催促接线员 让他赶紧问 说自己快要顶不住了 接线员一听 还以为他要晕倒了 就赶紧问他 要不要救护车呀 男子回答说要 可是就在接线员 联络救护车的这段时间里 男子却忽然开始大喊 说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一连喊了三声 接着电话就挂断了 接线员再把电话打回去 但是已经没有人接了 这整通电话下来 接线员断断续续的和男子 交谈了足足七分钟 可最后还是没有搞清 这男子到底在什么位置 他所说的那两串神秘的数字 也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过根据男子提供的零碎的信息来看 警方猜测 他所在的位置应该是西贡的北潭涌 往东南八公里左右 因为他刚说自己在沿着脉里耗径 一直走 那段路的走向是自西北向东南 他走了两个多小时 大约就会走八公里左右的距离 随后警方就去查了这个男子的电话号码 结果发现这名男子的身份还不一般 他是一名45岁的香港警察 名字叫丁丽华 同时他也是扫黑小组的成员之一 在联系到他的家人之后得知 丁丽华那天正好是休息 于是独自一人前往西贡的北潭涌附近爬山 而且出门之前 丁丽华没有任何异常反应 从这个情况来看 那丁丽华应该确实就是在山上迷路了 于是接下来搜救工作迅速展开 两天之内警方集结了消防处民安队渔护署 及政府飞行服务的直升机等等各种力量 在西贡展开了海陆空大搜索 这种阵仗确实不多见 毕竟失踪的是一位现役警员 而且重要的是人们发现 随着丁丽华失踪 他身上的配枪不见了 如果这把配枪被他带在身上 随着他一起失踪了 那这把枪如果最后落入坏人手里 那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前前后后两百多人 一直从下午搜的深夜仍然一无所获 此时大家心里是越来越紧张 再联想到丁丽华在失联前的三次大喊救命 也就无法排除他遭到意外或者不测的可能性了 但让大家想不通的是 对于这样的一位身经百战 而且心里素质过硬的老警察 到底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他害怕到大喊救命呢 难道他在旅游途中 遭到了某些犯罪分子的打击报复吗 为此警方在事发地周围展开调查 没多久在失踪点附近一个小村落旁边的小茶馆里 就得到了一些新的消息 这个小茶馆的老板说 丁丽华在失踪前曾经在这小茶馆里休息过 当时茶馆里有十多名顾客 其中大部分是比较面生的 不像是附近的住户 那这个情况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十多个生面孔是谁呢 他们是坏人吗 会不会是他们跟踪丁丽华并杀害了他呢 警方认为有必要去查一下这些人的身份 除此之外 丁丽华当时离开茶馆的时间在中午12点左右 而他拨打报警电话的时间是中午1点左右 也就是说 在离开茶馆一小时以后 丁丽华就遭遇了某种危险 让他不得不拨打报警电话 这个时间间隔 让警方再次想到了那十多个生面孔 他们和丁丽华的失踪 也许真的是存在联系的 于是大家兵分两路 一方面警方想办法去查那十几个生面孔到底是谁 另一方面搜索队 以茶馆为原心 以一小时的路程为半径 展开地毯式搜索 但是警方这边首先就不太顺利 茶馆里每天进进出出这么多人 虽然他们是生面孔 即便能回忆起他们的长相 但是也很难查出他们到底是谁 警方对周边地区的所有住户 全都做了排查询问 但是没有什么收获 不过第二路搜索队这边倒是有了一些发现 他们在附近的大文山发现了一双鞋 这双鞋是不是丁丽华的 很遗憾家属们也无法确认 总而言之 虽然有一些小的发现 但这些小发现对搜寻丁丽华的踪迹 似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接着警方只能把重点放在丁丽华 在电话里所说的那些数字上 和接线员一样 起初大家都认为那些数字 应该是标记柱上的编号 因为它实在是太像了 在香港的标记柱上 一般会有两行数字 一般最大的那行数字 它就是标记柱的编号 比如麦里浩镜 它的上面的所有标记柱 都是以字母M开通 麦里浩镜上的第26个标记柱 它的编号就是M026 第27个就是M027 根据所处路段的不同 首字母也不相同 那在这个编号的下面 在标记柱的底部 其实还会有一行比较小的数字 这行数字代表的是标记柱 所处的位置坐标 它往往是六位数字 前面也有两个字母 比如麦里浩镜 第26个标记柱的下面 这行数字的坐标编号 就是KK298783 根据所处路段的不同 首字母也不相同 但都是字母加六位数字的组合 所以说能发现 丁丽华所说的两组数字 都是六位的 而标记柱上那个坐标数字 刚好也是六位 那么丁丽华所说的两组数字 会不会是标记柱上的坐标数字呢 遗憾的是警方对香港境内所有标记柱的信息做了筛查 却发现没有一个能对应上的 也就是说丁丽华所说的两组六位数字并不是坐标 那丁丽华在电话里说 这数字是密码 那么这个密码会不会是银行卡的密码之类的呢 但是丁丽华的家人对他的所有的银行卡都做了实验 发现全都不对 丁丽华的家里也没有跟这些数字相关的任何东西 各种需要密码的地方全都试了一遍 全都不对 可以说调查进行的非常艰难 在之后的几天里 丁丽华也依然没有出现 这起失踪事件在当地迅速传开 因为其中的种种诡异细节 让这件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甚至在热衷于各种鬼神传说的香港民间 还有传言 说丁丽华一定是进入了传说中的西贡结界 再也出不来了 其实民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玄乎的传言 是因为在西贡地区的确发生过很多离奇的山难失踪事件 据说每年都会有那么几个人在山上失踪 丁丽华之后 另一起比较有名的失踪事件 发生在09年1月11日 49岁的登山发烧友黄泽龙 在西贡爬山时失踪了 别看这黄泽龙已经年近半百 但他有超过20年的登山经验 每逢假期必定登山郊游 一米八的大个子 一身腱子肉 香港的很多山他都爬过 从没出现意外 事发当天早上六点 黄泽龙乘坐汽车独自前往西贡 在半路上他和司机闲聊 说自己要去西贡最东面的长嘴 和迁徙海岸去观光游玩 这句话成了搜救行动的唯一线索 也成为了他留给大家的最后一句话 自此之后他一去不回 在黄泽龙失踪两天之后 他的一位朋友曾经给黄泽龙打电话 奇怪的是原本一直打不通的电话 这次竟然打通了 但是接电话的却并不是黄泽龙 而是一个陌生男子 而且他说的还是普通话 香港那边说的都是粤语 他说普通话让人印象深刻 这个人自称是附近的渔民 说自己是在西贡区的东湾的海面上 捡到了这部手机和一个背包 另外他还说出了自己现在所处的具体位置 朋友马上就把这件事告知了黄泽龙的家人 可是黄泽龙的妻子再打电话过去 却发现对方虽然也会接电话 但是接通之后一言不发 不论妻子问什么都是沉默 最后对方挂断了电话 并且从那以后这电话再也没有打通过 后来警方也来到了渔民当时在电话里提供的位置 但发现那里空无一人 根本没有所谓的渔民 而黄泽龙要去的长嘴和千禧海岸 这两处地点虽然风景非常好 但去的人并不多 因为这里山路崎岖 路上遍布浮沙碎石 没有经验的人很难登上山顶 但对黄泽龙来说这不是问题 他爬过更多更高的危险的山峰 但每次都能平安归来 但为什么这次在西贡 他就失踪了呢 后来经过半个多月的搜寻 除了丁丽华的事情之外 又列举了一个黄泽龙失踪事件 他的失踪呢 也非常离奇 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的离奇的失踪事件 因此在当地一直就有一个传说 说西贡地区的山上有一个结界 人们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 就失踪了 非常吓人 所以去那儿的一定要小心 但这些呢 这都是民间传说 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对于人们的失踪 咱们还是要具体事件 具体分析 来尝试破解背后的谜团 说回到丁丽华失踪的事件 丁丽华的失踪 引发了轩然大波 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这件事当中的种种疑点 稍加分析就能发现 这些疑点可能看似平常 实则非常奇怪 首先从丁丽华的登山经验来看 他这次登山其实就比较反常 可以肯定的是 他不那么喜欢爬山 在丁丽华家中 找不到登山的工具 以及相关的书籍 唯一和登山相关的 是他用过的一本郊游地图 他的家人也表示 平时他对登山 不怎么感兴趣 不是特别热衷 不过呢 丁丽华非常喜欢摄影 喜欢拍照 每次外出 他都会拍一些照片 然后把这些照片 刻进光盘保存起来 从光盘里的这些照片的拍摄时间 和地点来看 能发现 从2004年11月7号到05年1月23号 两个半月时间里 他虽然有多达16次外出徒步的经历 但是只登上过两座山的山顶 由此可见 他其实虽然常外出 但是不怎么喜欢爬山 很明显 这是因为丁丽华登山的原因 主要是为了拍照 他在04年10月 刚刚买了一部佳能牌的新相机 和两只镜头 这让他对拍照的喜好热度 更进一步上升了 在他近期拍的很多照片里 有各种各样的风景 植物 昆虫 山石 西建 建筑 拍的也都相当不错 近景 远景 微距 特写 有模有样 可见 丁丽华外出的主要驱动力 还是拍照 在丁丽华的电脑收藏家里 有三个交友网站 最近的浏览记录显示 他曾经多次浏览这个网站 查阅西贡地区的浏览资料 应该是打算整理出一条 合理的登山路线 但是有一个问题 结合之前 他拍的那些照片来看 能发现 丁丽华在此之前 其实已经三次来到过西贡地区爬山了 来过三次了 第一次是在04年11月7号 全程大约爬了五个半小时 第二次是在2004年12月5号 全程大约三个小时 第三次是在2004年12月19号 跟上一次仅仅间隔了半个月 这次全程爬了五个小时 可以发现 他来西贡的次数是非常多的 而且每次在这爬山玩的时间都不短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这三次来西贡 基本上每次都围绕在西贡地区东北部 一个叫做西湾的地方 那么问题来了 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去西湾呢 而且这次的行动路线来看 丁丽华这一次的目的地有可能仍然是西湾 因为丁丽华说了 他是沿着麦里浩径一直走的 而麦里浩径刚刚好就会经过西湾 但是从丁丽华的起点 北潭涌沿着麦里浩径步行到西湾 这段路其实很长 大约需要步行三个多小时 但是很遗憾 丁丽华刚走了两个多小时 就遇到麻烦了 所以这的问题很奇怪 他已经来过三次了 为什么还要第四次往这跑呢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呢 除了这个疑点之外 最大的疑点 当然就是丁丽华在电话里说的那两组数字了 以及他奇怪的反应 这两串数字呢 他说的很通顺 没有打刻板 如果不是看着读的 那应该就是早就烂熟于心了 但是当被问到附近有没有标记柱 有没有在标记柱附近时 他言语中却有一些慌乱 反问说标记柱是什么柱 很明显他不明白标记柱是什么 现场他也没有看到柱子 但这一点就很奇怪 作为一个神志正常的成年的香港人 而且又是一个警察 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什么是标记柱呢 这是基本常识 由此看来 丁丽华的这个回答呀 更像是遭到了某些巨大的刺激 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说出来的 可能已经有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那么会不会是当时他不小心受了什么伤 或者遇到了什么突发情况呢 这种可能性尤其在登山的时候 的确是非常高的 当时在电话里 在被问到有没有受伤 是不是需要救护车的时候 丁丽华果断的说需要 由此看来 可能确实他是受伤了 可能还比较严重 所以才导致他在电话里非常着急 前言不达后语 但是他后来又忽然大喊救命 接着又挂断了电话 这就引起了人们无限的猜测了 可能性比较高的说法是 可能因为手机信号非常差 所以他在不断的移动 试图找一个信号比较好的地方 但是因为打电话 导致他分心了 结果一不小心跌落山崖 手机也摔坏了 所以电话就断了 所以他才喊救命 但这只是一种猜测 一方面 丁丽华当时喊三声救命 从那个语态 以及周围的背景音来看 似乎并不是跌落山崖 当然这段录音 如果大伙想听 仍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碗说故事 回复关键词 西贡失踪 就可以收听这段通话录音 首先从通话录音上来看 他那个状态不像是跌落山崖了 另外第二个方面 搜救队当时搜了那么久 一直都没有发现丁丽华的尸体 难道丁丽华他跌落的地方就那么的隐蔽吗 所以从这两点来看 好像他跌落山崖的概率似乎不是那么高 当然这一切也都很难说 也让这件事充满了疑点 其实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推测 这种推测呢 结合了丁丽华的职业和他失踪前的反常表述 认为他有可能是遭遇了犯罪分子的打击报复 或者他当天去登山 其实压根就不是为了玩 而是为了执行某一个秘密任务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丁丽华在电话里说了两组奇怪的数字 而这些数字既不是坐标 也不是银行卡密码 当接线员问他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丁丽华曾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那些数字不是标记柱 是密码 接线员问是什么密码 丁丽华又开始自言自语说 奇怪了难道是我读错密码了 这一段对话其实很奇怪 丁丽华明确说了那些数字是一组密码 当接线员对此表示不理解的时候 他接着又开始自言自语 怀疑自己是不是把密码记错了 接着我们再回忆一下丁丽华和接线员最开始的对话 电话一接通 丁丽华说完自己大概的位置之后 紧接着他就爆出了这组数字 之所以这么干脆的上来直接把这数字爆出来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他认为接线员在听到这组数字之后 马上就能明白这组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果真如此的话 大胆猜测一下 也许这个数字啊 他是一个警方的行动代号 或者他代表了某种特殊的含义 结合丁丽华的身份 他是一个警察啊 而且他还是香港扫黑组的成员 专门负责侦办一些射黑案件 这类案件往往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在办案过程当中 为确保沟通的保密性 有时候警察之间就会采取一种代号 或者加密的方式来进行沟通 也正因此这种说法认为 丁丽华说的那些数字 可能代表了某些含义 可能和他正在侦办的案件相关 可能意味着他遇到了危险 或者遇到了某些关键性的问题之类的 这种猜测不无道理 丁丽华失踪过程中 也的确有很多疑点 似乎在指向这种可能性 比如之前提到 失踪前一小时 他在一个茶馆里休息 而茶馆里有十几名顾客 大部分都是生面孔 这个细节其实也挺奇怪的 虽然时不时的都会有游客去登山 新面孔在所难免 但是一口气 十几个生面孔全都在一起 这难免不让人怀疑 更何况离开茶馆短短一个小时 他就失踪了 时间上也是非常近的 有没有可能 那十几个生面孔 是丁丽华在追踪的犯罪分子 在离开茶馆之后 丁丽华继续跟踪 但忽然发生了某些变故 所以丁丽华赶紧隐蔽起来 打报警电话和总部沟通 而那些数字呢 可能就代表了某种特殊含义 是之前已经约定好的 可是没想到不知道什么原因 接线员他不知道这些数字的含义 导致丁丽华知道遇害死亡 都没能把关键信息给传达出去 当然 之所以推测 他在执行秘密任务 还有一点原因 就是之前提到的配枪 说丁丽华的配枪找不着了 那么就有可能是被丁丽华随身带走了 而如果真的是放松 是为了拍照 是单纯的爬山 他带枪干嘛呢 所以综合来看 这种推测 好像更有趣一些 也更有道理一些 茶馆中那些生面孔 丁丽华所说的数字 还强调说是一组密码 这些细节 似乎都在暗示这件事 绝对不简单 但这个说法呢 虽然精彩 但他也有一个比较致命的漏洞 就比如丁丽华拨打报警电话这件事 警方在执行秘密任务的时候 那肯定是和特定的专案组的负责人 或者是和其他同事进行情报沟通 而不是去拨打报警电话 找接线员去对暗号 因为报警电话 他面向的是大众 是老百姓 你警察内部事务 去拨打报警电话 这好像说不通 再比如丁丽华的配枪 之前说这把枪找不着了 可能是被丁丽华带走了 也正因此 当时大伙都下大力度去调查这件事 但实际上呢 其实后来警方发现了 丁丽华在失踪之前 就已经把枪交到枪房了 所以失踪的时候 丁丽华身上其实没有携带枪支 既然如此 那么所谓的丁丽华在执行秘密任务的可能性 也就会随之降低了 因为他缺少了这么一个依据 于是现在再来看的话 这种推测好像就没那么靠谱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 这起事件到这就彻底没说法 因为在2016年 西贡地区又发生了一起更加离奇的失踪事件 这起失踪事件不同于丁丽华 虽然事件的主角也离奇失踪了 但更加神奇的是 不久之后 他又回来了 他的归来 给多年来发生的数起失踪事件 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而且现在看来 这种可能性似乎更加合理一些 2016年6月18日 香港一个叫做张善鹏的男子 独自去北潭永附近爬山 一边爬山 他一边还在Facebook 在脸书上 时时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 这是他的爱好 他喜欢一边爬山 一边发脸书 相当于在直播爬山了 那天早上八点 他发动态 说开始爬山了 但是刚爬了一个小时 他发现开始阴天了 要下雨 于是在十点左右 他就又发了一条动态 说不爬了 要下雨了 要回家了 不过往回走了一段之后 发现天气又变好了 于是他又发了一条新动态 说还是不回去了 继续爬吧 但奇怪的是 自从发完这条动态之后 张善鹏就再也没有发过任何消息 他也一直没有回家 就此失联了 直到三天之后 6月21日晚上十点左右 正在西贡东部地区巡逻的警察 看到一个狼狈不堪 背着登山包的男子 面色呆滞在公路上行走 无数车辆避之不及 差点撞上 于是警察赶紧上前询问 才得知这名男子 就是失踪的张善鹏 张善鹏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呢 后来他表示 自己在山里遭遇了各种灵异事件 事发那天中午 不知道是不是爬得太累了 他在山上走着走着 忽然脑的一沉 晕倒了 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躺在灌木丛里 天已经黑了 手机也摔坏了 就想着干脆赶紧摸黑下山 但山上实在是太黑了 走着走着 他就迷路了 期间 他还看到在自己前面 有另一个登山者 他就想找那个人问一下 可是没想到 他不管怎么喊怎么问 那个人都不理他 再后来呢 因为实在太累了 他就找了一块大石头 在旁边睡着了 可是这一晚上啊 就像是闹鬼一样 他发现旁边的大石头 竟然发出声音了 有电视的声音 有汽车的声音 还有街坊邻居吵架的声音 好不容易熬得天亮了 他发现自己随身携带的一盒香烟 还有打火机 全都不见了 后来他走啊走 但就是走不出去 甚至还看到眼前的瀑布 忽然消失不见了 就这么玄幻 直到第三天 他在树林里走着走着 忽然听到远处有人说话 就赶紧过去看 最终发现了四名泰国的游客 在他们的帮助下 张善鹏才走出了森林来到公路上 后来在张善鹏的事情传开以后 灵异的说法自然少不了 因为他的经历本身就很灵异 这个时候有关结界的传说又出来了 说西贡地区山上是龙脉 所以有一种结界 人进去之后容易迷路 然后在山里就出不来了 当然这些就是听着玩玩 没什么可信度 除此之外 相对值得肯定的是一种 胀气的说法 认为张善鹏在山上遇到胀气了 遇到胀气之后 进入了这个胀气的范围之后 人们就会产生幻觉 就好像发生了很多灵异事件 那胀气是什么呢 这个名字听起来 会有一点玄幻的色彩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它并不是指某种气体 而是指一些在山中容易被感染到的一些疾病的通称 在古代人们常说南方森林里常有胀气 人遇到就会生病甚至死亡 这实际上是因为古代人们的医疗水平不足 对各种病菌认识不到位 之所以说在南方的森林里容易遇到胀气 其实很简单 是因为南方气候潮湿 适合各类微生物和蚊虫的繁衍 细菌多 蚊虫多 染病的概率自然就大大增加了 但人们又不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疾病的发生的 所以就把这些原因统称为胀气 如今的技术表明 森林中引发人们生病的 其实并不是所谓的一种气体 更有可能是各种蚊虫传播 以及微生物的入侵和感染 在张善鹏事件中 其实有一个后续 说他回家之后 连续好几天 高烧不退 当时很多人以为他是中邪了 但现在看来 就有可能是森林中那些所谓的瘴气导致的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也比较符合当地的自然气候条件 丁丽华失踪是在九月 张善鹏是在六月 这正是潮湿炎热的季节 山上的蚊虫正是疯狂的时候 在这种时节登山 尤其像张善鹏这样的登山发烧友 或是像丁丽华这样的摄影爱好者 他们往往为了刺激 或者追求更好的风景 而走一些偏僻的地方 去一些危险的地方 这些地方人际罕至 就有可能会遭遇那所谓的瘴气 被蚊虫等等叮咬传染之后 加之可能伴随着还有中暑等等情况 由此产生幻觉 这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丁丽华被瘴气所扰产生幻觉 从而把电话打到了999报警中心 对着接线员开始汇报自己的秘密任务 开始报案号 这样的话 所有谜题就都能解开了 只是现在 丁丽华仍然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更多的线索也无从得知 因而也就无法判断出 他是不是中了那所谓的瘴气 这也成了这起事件中最大的遗憾了 当然话还得说回来 如果尸体找着了 那么丁丽华身上发生的事呢 自然也就一目了然了 这件事也就不再神秘了 更不需要我们在这胡乱的分析了 很多事就是这样 越是不清楚 越容易引起我们的好奇